时隔近百年,始建于东汉时期的普光寺再度向公众敞开大门,重现1800年前古差。 在晨积多年后,这座山西创建最古老的寺院,经过修缮保护,延续历史文脉。 据清道观23年杨曲县之记载,该寺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,距今约1800年,唐初被命名为普照寺,未必武则天会,改为普光寺。 普光寺是中国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象征,是中国如佛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建政。 据记载,普光寺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修建,现存主要建筑为明清遗物,该寺座北朝南,原为二金院落布局,保存有大殿、后殿及西乡房。 大殿为明代时期建筑,后殿、西乡房为清代建筑。 在刚刚建设的时候,它还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,它在我们现在的津阳古城这个位置,到宋代以后,津阳城移到了我们现在的太原城的位置,普光寺也从原来的津阳古城迁移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。 这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产在近百年前就不再以寺庙对外开放。 新中国成立后,普光寺便被学校占有,后来还当过宿舍、仓库,也曾一度用作民居。 2009年,普光寺被列为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,2013年开始动工修缮。 在保留明清建筑的同时,加入彩塑、壁画、彩绘等。 2020年初,普光寺交由太原市双塔博物馆管理。 主店是明清时候的遗物,主店应该说保存的还算不错的。 2014年的时候,对这个普光寺的这个主店以及其他的建筑进行了一些维修,外面的这个马路有所提升。 所以我们对这个主店也进行了一个提升,从地级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平台上提升了有2.6米这样子的一个高度。 但是我们说的上面的梁架呀、住处呀、结构呀,还都是明清时候所用的。 近年来,太原在快速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,保护修复大批文物古建,塑造活着的城市记忆。 近日,普光寺以力量、信心为主题的抗击疫情见证物展开场,此后还将陆续推出一系列传统文化展览。 普光寺应该说是也经历一个蜕变的过程。 它曾经呢也是破烂不堪的,曾经有学校呀、工厂呀、居民呀都在这里曾经生活和居住过。 但是我们在这次修复完成以后呢,我们将会打造一个身边的博物馆,来展现我们中国的古建艺术、雕塑艺术、壁画艺术,打造我们身边的博物馆,成为我们太原市民的一个会客厅。